小儿感冒发烧呢,首先我们要看看它的体温情况 如果它的体温在38度5以下,我们一般就是主张物理降温 那物理降温呢,它包含,比如说我们给孩子喝喝水 或者是我们把它的衣服稍微解开一点,散包降温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去给他洗个澡 或者就是给他温水擦浴,这样的话是一个物理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我们物理降温禁忌用酒精来降温,因为酒精可以通过皮肤黏膜而吸收 引起孩子的一个酒精中毒 那么其次呢,38度5以上,我们除了物理降温还要用一些药物降温 就是我们小儿常用的那个布洛芬混泉液 那这个是小儿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退烧药 有的孩子用了以后很快的就出点汗,体温就恢复正常了 那么说是如果说是吃了口服退伤药,体温还是没有明显的下降呢 我们就要必要的时候就给他灌肠,就是把生理液水放到冰箱里头 稍微冷藏一会儿,然后通过肛门给他灌进去 这样的话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专家提示 一,小儿感冒发烧 首先要看孩子的体温情况 如果体温在38、5摄氏度以下 一般主张物理降温 即给孩子喝温水 将其衣服稍微解开一点 散包降温等 二,药物治疗 即小儿常用的布洛芬混泉液 也是小孩比较好的退烧药 用后出点汗 体温就很快就恢复正常 三,灌肠 将生理液水放在冰箱冷冻一会儿 之后从肛门灌进去 效果是很不错的 感谢观看